送念大悲咒,从小就能够开始培养良善的习气 大悲咒是老少贤疑 让孩童养成念诵大悲咒,从小培养良善的习气 让他们不造作太多恶业,对灵性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说到大悲咒呢,它是老少贤疑 我们知道说,我们要是没有认识佛法呢 那么,到年纪大,一生可能造了很多恶业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啊,没有办法察觉 那等到年纪大了,再来要消这些恶业 就很费力,很费力 所以我们关心每一个生命 我们希望这个小孩呢 他虽然很好动啊,很没有办法自主 但是透过我们的耐心 佛力的加持,还有父母 也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很优秀嘛 那么就要从现在开始 现在呢,就是让他一个好的习惯 让他一个,就是说好的习性的培养 这个很重要 大悲咒彰显观世音菩萨 欲安乐利益一切众生之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得大悲愿力 此咒不但能处一切灾难与诸恶业病苦 并且能成就一切善法 随心满怨 远离一切部位 树登佛地的威德 十方新闻,黄慧如,肖瑞峰,桃园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